有安樂死亡的 安樂死亡 她有看過的 她有跟我說過 她有跟你說過 她有跟我說過 是不是很害怕 人這麼大 老了好像沒什麼用 連照顧自己也做不到 是不是很擔心這些事 OK 你是會說出擔心的位置 但我就提議不要用那些字眼 雖然她說過 因為她會覺得 你真的覺得我 到時那些日子好像快到了 而只是說 多謝媽媽 其實你很想我們陪你 你告訴我們我們知道 我都很想陪你 我都很想趁這個機會 多些跟你溝通 建立關係 讓我們一起住很舒服 這些她會很適合聽的 即是說 阿哥搬出去 我都想跟你關係更加好 有些好的溝通 我都想的 這樣 那你又可以 是的 我們倆一起都可以這樣 跟你溝通多些 關心你多些 或者甚至搬出去 甚至說搬出去 但雖然現在還沒有時間 你們經濟上還未能夠 所以都不用說 但我們搬出去都會回來探望你的 那裡就不用說了 OK 我又想問回你 即是說 現在你跟她媽媽溝通 有沒有一些困難 有沒有改善 其實 我覺得都很困難 即是 始終我對她 不會好像對我媽媽 這樣說話 我說話很直接的 會很害怕太直接 就 傷害了她 而她喜歡 那類的東西 其實我又不是很適合 嘴型的 如果她說話 我就會 只是聽 明顯是 不太會回應她 對 一些 太 表面的說話 我又 不會說的 即是我不是那些人 所以 我又很害怕 如果有時候可能陪她 聊一聊 我又會很害怕 她叫我做事 所以 所以 我一開始 都是 即是 我都有嘗試溝通 之後 我就採取 一個比較 迴避的方式 OK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我 跟她 溝通 相處 一直以來的 問題 也不太懂 怎麼解決 OK 不如現在 你們兩個溝通 因為我不想 是 教導 我想你們兩個溝通 你回應她 的困難 說出她的困難 然後去 一起去想一下 怎樣面對這件事 有些是要想 怎樣處理的 但首先是你說出她 她覺得困難的地方 即是回應她的感受 我知道你覺得很困難 其實你很想跟我媽媽 可以拉近距離 可以建立一個 近一點的關係 但可能對你來說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因為 可能 她始終不是你媽媽 她跟你的相處方式 跟你媽媽的相處方式 是不同的 也都 可能會擔心 即是跟她去聊天 去溝通的時候 說了一些事情 會令她 即是不高興 不滿意 因為 可能是覺得你不是 那麼熟悉她 那 也都會擔心 她可能 聊天的途中 會去叫你做些事 可能你也都 不想做 也都不知道怎樣拒絕她 也都覺得拒絕她 可能又擔心她 不知道會有什麼想法 那 那 是 我明白的 那 那 我可不可以說一些方法 那樣 可以 可以 但主要用一個方法 去一起討論 不是說這樣做 ok 是 是 那 那 接下來 我們 哥哥和阿嫂搬了出去之後 我們會有更加多的 機會 一起 那我們 可以 多些去溝通 或者多些出去玩 這樣 好不好 你說你們兩個還是跟媽媽 我們兩個跟媽媽 ok 好 好 好啊 你觀察到些什麼 他不是拿那麼遠 不是 你拿著咪 你拿著咪 你 你 可能你不要用這個 他不是很願意 而是 他有點困惑 他有點困惑 就是有點猶疑 不是 他說不是 那你可以怎樣澄清 那不如你說一下你有什麼想法 這句很好 這句就是 你不知道的時候 他不認同的時候 你問他 ok 很多想法 不是 我第一 開頭打算讚你 就是見你 很努力去 說回我剛剛說的說話 就是 都好像你叫我那樣的 然後你說到 不如我們一起出去吧 我在想 你是不是真的有時間 因為你很多時候 很忙的 又 不是真的經常去到的 不過 我相信要夾的 一定夾到的 那 一齊可能 走一下衣服 或者去玩 都好的 就是大家 聊聊天 途中去 對 到時候 什麼都聊一下 可以 那你先說的 猶疑是什麼 猶疑 猶疑 猶疑就是我 剛剛說這麼大段的說話 我都沒有說到 就回答了最後的 好 這樣 就是我 忽略了前面的 我就不說 那 就是你在想著 是 在想著 太多東西了 ok 所以最後就好 ok 其實我為什麼 我在想你們兩個這樣溝通 就是說 將來你發生的事 說的時候 就是這樣 我用手指 兩隻手指 他說的話 你回應一件事 這樣就不是 他說的話 然後你說你怎麼做 那就是 不是 雖然是同一件事情 不過是兩個不同的角度 那就不是叫做回應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 跟媽媽的溝通 的困難 那你就說出 你要做什麼 那你就 你的角度 跟她說的角度 是完全不同的 那時候 就不是溝通了 溝通是 用她的角度 回應回她的感受 她的困難 然後 怎樣解決這件事 這樣 就會她覺得 你和她同步 那就不會覺得 媽媽的事 不會成為分裂 你兩個人的關係的問題 是會幫助你 建立 那其實 當你知道怎樣溝通 你以後 那個關係 就會知道 啊 原來有件事 我們就會回應 對方的感受 就會 原來這樣 就會建立關係 OK 好 那我又想說 另一個話題 讓你們可以 在這件事上溝通 對 其實是其中一部分的 一部分就是 你始終覺得 跟她媽媽聊天的時候 你跟自己媽媽就很直接 那跟她媽媽就不可以那麼直接 那這件事 你可以跟她溝通這件事 就是說這件事 因為 你剛才說 就是陪 一起陪 這個是一個 一方面 每一件事有很多方面 一方面是你覺得 她不適合嘴型 很難溝通 跟你媽媽就 溝通很直接 跟她有困難 這件事你沒有回應到的 你就回應了 不如我們一起去吧 這個是 我知道你困難 我知道你困難 那裡你有說到的 但這件事怎樣去 面對呢 即她說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試一下去回應她這件事 有什麼 剛剛說到 她覺得跟媽媽溝通 你 用你 剛剛說到 你跟媽媽溝通 又困難 覺得不知道怎樣跟她溝通 亦都沒有什麼共同話題 那 我知道很難的 那 我覺得可以 接下來我們也有約的 約你媽媽 約我媽媽 和我和你一起去一些活動 有時候可能 在口頭上的溝通 你去了哪個話題 方法 不是 不是方法 你去了 一起 就不是去了她這個 困難 那你需要感受一下她那個困難 因為我們之前有談過的 那我也有嘗試叫她和我媽媽 嘗試叫她 嘗試叫她 可能大家聊天 多些會找到共同的話題 共同的興趣 但是 你嘗試回應的感受 我想說 不是每一件事我們都需要回應感受 應該說 有些事影響對方強一點 我們一定需要回應感受 但是 起碼在這裡我們練習 去回應感受 不是什麼事情都需要回應感受 我知道 你和我媽媽溝通 覺得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 你說話比較直 那你在家和你爸爸媽媽 說話的方式 是 都很直接 完全不同 甚至好像 朋友那樣的 那去到 我家 可能 那個 見到 就算是我和我媽媽的 溝通方法都不同 可能你覺得 不知道怎樣去開口 可能一開口就會令她覺得不尊重 覺得有不好的感受 甚至乎會令她不喜歡你 那 那 是不是這樣 你要說 你 你就回答她 是不是這樣 是呀 但你要說你的感受 你要說 我明白的 你是不會和她溝通的 就會覺得 就是 你要說 你要理解我的感受 所以 你要說 變成 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很緊張 因為 因為 就算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都不知怎樣開口 她跟你說話 你又會很害怕 又會想 有你在幫忙 我肯定會舒服一點 那 你是說這些 你們感受嘛 OK 你都沒有說 好了 那 現在你知道她 不表達到 那你很想她怎麼表達呢 那這個 你剛才說了幾句 可以用另一個方式跟她說 就是什麼呢 我 不如說給你聽 我喜歡你怎麼回應我 你可以這樣回應我 我就會很舒服的 這樣她就不會覺得壓力 你再說一次 就是說 她剛剛說完了 然後你就 去讓她知道 去引導她 我也想讓你知道 如果你回應我的感受 我會舒服很多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個是 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但是 就不是令她覺得悲傷 不是令她不開心 我引導你 因為男性是比較難 去感受你那個困難的 嗯 其實你剛剛說的 全都對的 不過你加一個intro 一個引言 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想說這幾件事給你聽 這個都是你將來在家需要做的事 也是所有太太需要做的事 就是說 我也會喜歡你這樣回應我 說出我的感受 我就會覺得很 我們有同感了 我覺得被安慰 被接納 就會覺得我們一起面對這件事 你不用一定這麼長的 不過總之大約是這樣說 然後再說 否則她就覺得 我每次說完的事 你又教我怎麼說 她又會覺得 她又覺得有一種 好像 她要做學生 你只是 有時 也不是每次引導 有時引導 即是你現在嘗試引導她 噢 OK OK 那你也可以多謝她先的 她是嘗試的 我看到你這麼努力嘗試 我也多謝你 那我也希望你明白我 其實我和你媽媽的獨處 我覺得很有壓力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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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明白到我 是有壓力的話 我就覺得 很開心 如果你明白我的話 嗯 你明白她的壓力嗎 哈哈 那你可以 她現在這樣說出來 你就嘗試說出 我明白你的壓力是甚麼 我明白你的壓力的 那 可能 就是 讀處的時候 你會 怕說錯話 你會想 呃 你有很多擔心 想 我也在你旁邊陪著你 是不是這樣 你說你在她旁邊 是啊 她剛剛說過 但是她說她單獨跟你媽媽那件事 是嗎 是啊 但是你未必在這裡 是 基本上我就是說 想你們當她說這件事 你立刻回應那件事 我知道你 有時你會擔心 不知道說甚麼說話 有種壓力感的 我明白這件事 我都 我們不如想一下 怎樣的方法 可以這件事 可以改善的 在這裡我也想呈現一下 我們人際關係有不同級數 到底你和你媽媽 和她媽媽 會不會去到那些級數呢 不知道 我們也不需要 每個人同樣的級數 不過我這裡我想問你 你和你媽媽的級數去到哪裏呢 那個溝通 他就覺得很困難 你呢 你又覺得怎樣 其實我們家人 都比較少溝通 本身都 都不多 我 在我嫂子和我太太在夾來之前 尤其是我自己 我和我哥哥和我媽媽 都是比較少溝通 就是 都是 在房間多 我自己 我和我媽媽會 爸爸走了之後 我會有和他出去 和他可能一個月 一兩個月出去一次 出去 去逛山 去玩的 但是 如果你說是溝通 就是 講心底變的說話 那些我們 不多 OK 那阿嫂和她 你聊天呢 我覺得阿嫂 是 都一個 挺善譚的人 就是 由他初初和我哥哥拍拖 開始 他都會 就是 和我媽媽學煮菜 然後會和他們 聊一下 一些衣服 聊一下各樣的東西 也都會 就是結婚之後 也都會和他一起去買菜 煮飯 然後和他 去 譬如 他們結婚的時候 會和我 就是他們會一起去選衣服 一起去 做某些事情 他們的溝通是 比較親密的 就是比起兩個兒子更加親密 OK 那你的哥哥和你媽媽呢 其實我哥哥和我媽媽的關係都很差 OK 因為我哥哥是一個 不是很懂得說話的人 就是都是 說話很直 就是一些 簡直 就是 不是很懂得去理解別人的感受的人 OK 就是會 令到我媽媽有時候 簡直是 不知道怎樣去認他 甚至有跟我說過 不想跟他住 覺得很難受的說話 OK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關係的情況 我現在就 我帶領你們 就 你覺得 你可以討論 你覺得 有最好的關係 譬如你和你父母的關係 未必去到那個位置 你到底可以跟他媽媽去到什麼位置 有什麼可以談得 還是真的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可以大家來談一下這件事 讓你們一起面對這件事 等你們一起面對這件事 這也是夫妻生活 夫妻生活是什麼呢 什麼大事小事都一起談 這個就有 還有大家都有好的感覺 說一個感覺 另一個會回應 這就是好的夫妻關係 夫妻關係不好 就是好像各自為證 你有你和我媽媽相處了 你自己搞定 我不會跟你談這些 我都談不到了 因為很難談的 不過有時候 談一談一談 又會 起碼大家同步 向著方向去 為什麼我們說婚姻輔導 不是一定最差的婚姻才是輔導的 在這些事上 都可以你們原來知道 原來這麼多大事小事都可以回應 還有一旦跟親邊說話 馬上知道她的感受 我也有一些小小解釋 就是這樣 跟有些父母的溝通 可能很少 媽媽喝杯茶 你想吃什麼 我買給你吃 你是不是喜歡這件衣服去買 可能很少 不會說到我們心世界 未必去到那些位 很多人孝順父母都不是去到那些位 未必要去到那些位 所以不用給自己壓力 但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去到什麼位 你如果想不到 這不要緊 你想到可以大家想想 我覺得這自己 我也想和媽媽關係更加好的 更加親近一點 那 是可以很坦白地表達自己 譬如在住的問題上 可以說出他想怎樣 我們將來有什麼打算 他也知道我們也知道他想 將來他自己是想怎樣的 我覺得還有他一些開心不開心 雖然我們可能有年齡的隔膜 或者這麼多年來都不是很緊密的溝通 但是我也想去親近一點 至於我太太的話 我會想起碼不需要說好好的事情談 我覺得也不需要像我嫂子那樣 跟他去買菜我覺得不需要 但是起碼不要害怕跟他相處 就是這樣 好 這個就是我鼓勵你們兩個 能夠是什麼事都回應感受 和一起去面對處理 我說為何有時候感受不需要回應 譬如好像很簡單 譬如有些猛的 快點倒垃圾吧 那你就馬上去倒 你不用說 哎呀我知道你現在很急 很猛的 哈哈 哈哈 這個情況呢 就不用一定要過一個情況的 但是呢 當有些情況 還有有時心理意願很有幫助的 譬如他那時候 哎呀死了我們很遲 你可以掃一下他拿著他肩膀 啊啊啊啊啊 OK的 他應該都知道我們會遲的 沒有問題的 然後就打電話去了解 這個身體語言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你還想想到有些什麼地方 覺得是大家可以溝通 來幫助你們一起面對一些事情 譬如婚前輔導我們就做很多這些 對於錢怎麼看法 對於in-laws 兩方面的父母怎麼看法 相處是怎樣的 那就去拆解 當然呢 有些教會 就是事實上是很難去逐個逐個這樣去輔導 那就是一群人 但是一群人就不能夠逐個逐個那些情況說 那可能就說 好了 你們哪一對覺得在跟對方的父母關係上是困難的 那你說出來我們又原來大家討論這樣 那這個都是可以可行 在教會裡面可行的一些方式 就是婚前輔導就需要說很多這些 婚後都是一樣的 其實婚後的問題是 婚前就是預防和建立 婚後有時候是修補和怎樣繼續建立 OK 有沒有想到一些地方是 你覺得兩個需要去面對 去處理 其實 我太太有跟她說過的 就是說 如果想我和 即是我太太想和我媽媽的關係好 首先 我自己和她都要 溝通上面都要更加好 先 我會做好我自己先 我希望 我做得好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 OK 好 那我現在問 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你覺得還有沒有其他的地方 你們是可以改善了 譬如這個星期的溝通 你覺得你說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回應你的感受 有嘗試 有努力 有嘗試 很好 好好 這句很好 這句很重要的 好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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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如果學到這些東西 我們之後所有東西都會有進步 各方面都 你也可以有時候引渡她 引渡她 同樣 就算你一樣 你也可以回應她的感受 有時候 因為女性覺得男性很硬正 所以都不用回應感受 有時候你說出她的感受 她都會很驚訝 原來我有這些感受 你有沒有留意到她有些感受 沒有說出來 但是你其實是留意到的 你有沒有想到 有沒有想到 感受 譬如我講例子 怎樣感受 有時候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有壓力 男人都可以有種壓力 在媽媽 哥 嫂 和你之間 有種壓力 那你都可以說 我知道你很難受 有這方面的壓力 那些都是一個 你會感受到她的感覺 回應 是會幫她開放她的感覺 內心感受的世界 很多時候我都感覺不到 你感覺不到 是因為她沒有發聲 所以你感覺不到 因為你有觀察到她 好像有些急 悶 有些什麼 或者 都會的 不過我不是很懂得表達 OK 你懂得教她怎樣表達 那你不是同樣的方法 你懂得告訴她 你怎樣表達 你就想回她的感受 好 學一下 我學一下 OK 這也是人 因為你說自己的感受 很快就說出來 因為這是我們的感覺 但是說別人的感覺 這是比較難一點的 這也是的困難 OK 那我們兩次 大家看到原來人與人之間 他們其實已經是很好的 但是我形容這樣 我用兩個人 我用兩個手代表兩個人 有些兩個人的溝通是這樣的 有些兩個人的溝通是這樣的 有些兩個人的溝通是這麼近的 就是說 當兩個人都很近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很親善 任何時間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得 立刻感受到對方的感覺 覺得很親善 很被安慰 這樣的時候是很建立的 很舒服的 整個關係很舒服的 那這個就是健康的婚姻的目的 那也都作為輔導員 是令到雙方都覺得舒服 譬如這個過程 那我也是 對你也有些教導的 那但是那個語氣和方法 會令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沒有什麼感覺 我都覺得可以的 雖然覺得好像 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怎麼表達 但是我覺得都 就是在學習中 OK 那這是你的部分 但是我意思的是 我當我這樣去 帶領你引導你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即是作為一個輔導員的感覺 我覺得是舒服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想给的感觉 虽然他有些地方要改善 但我不会让他觉得 你这样也想不到的 这样也不懂的 他就觉得很辛苦的 而我是欣赏两方面 又去引导 又让他们去称赞 我们辅导那个人是觉得喜欢的 就是一个好的经验 就不是一个大压力很怕 不要第二次又要做过 而是觉得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